嗨大家好我是莉娅欢迎来的频道 那么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期就是关于美瞳呢 因为之前有很多姐妹在我每次出视频的时候都会问我说这次带的美瞳是什么呀 然后想让我给你们分享一下就是我经常带的一些美瞳的款式嘛 所以呢今天我就专门把我平常基本会经常带的一些美瞳呢都总结起来 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期视频 其实呢美瞳对于像我这种就是天生小瞳孔的人来说 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东西吧 尤其是当了美妆博主之后吧 就每次化妆呀或者是出视频的时候就是必备的东西 那做博主这几年呢就是我也带过很多副美瞳嘛 不同款式的然后不同大小的就是好的不好的基本上都有 所以呢这期呢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日常买美瞳的时候如何才能不采类 以及就是说跟大家分享实附我平常经常会带而且就是非常实用 并且呢就是价格非常非常适合学生党的十副美瞳 那如果说呢这期主题感兴趣呢希望大家在开前呢可以给我点赞投币收藏 你们的喜欢是我更新视频的动力 好那我们就一起往下看吧 首先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平常买美瞳的时候非常容易踩雷的三个点 第一点呢就是你们之前看我做过那个精神小妹的仿装的那个快手的那个仿装 然后我那个里面带的那种就是特别大直径的那种黑色的 就它虽然有放大眼前的效果但真的是谁带谁丑特别难看 第二个呢如果说你跟我一样是这种就是小瞳孔的话不太适合的就是那种浅色系 但是它边缘又不融同的 戴上去的话也没有那么的好看 我之前有买过那种就是日跑嘛 它就是那种不融同然后又非常浅 然后直径还不大 并没有就是说提神或者放大眼前的效果 反而就是会遮住你眼神里面的那个光彩 就是显得特别没有精神 第三个呢就是很多人非常容易踩雷的 就是看一些头膜拍上去非常非常好看 那个图那个眼睛局部的图特别好看 但是自己戴上非常容易翻彻的 就是这种混血款的 颜色的一般就是蓝色紫色绿色灰色这一系列的这种混血款的美同 尤其是这种花纹非常复杂的混血款美同 你日常戴上去就很容易很容易翻彻 好接下来呢就跟大家分享十副以上最常戴的美同 今天呢有跟大家做个分类就是分了非日炮和日炮类的 因为我觉得非日炮类的话会比较适合日常吧 尤其是有学生党一些 因为日炮的话确实会有一些小贵 那非日炮的话其实算是比较实用的 我如果平常就是拍视频啊什么的 我还是比较倾向于戴这种非日炮类的 那日炮类的话呢我也今天跟大家准备了五副 就是非日炮五副然后日炮类五副 这样子跟大家分开 大家可以就是有选择性的去看 那第一副呢就是我现在眼睛上戴的这一副 真的这一副是我最近日常戴的最多的一副美同 就特别特别的自然超级无敌适合日常的 而且戴上去巨数副 这个牌子的美同呢是我带过这么多美同里面 我觉得是半年炮里面上演之后最舒服的一块 就完全没有义无干 然后它的价格呢也是非常适合学生党的 然后呢就是这个牌子他们家那个美同呢 就是我之前不是一直给你们分享泰国的美同吗 但是我一直买不到 然后就找到了这个牌子 那这个牌子呢跟泰国那个比起来 它甚至会更舒服 而且花色我觉得是更自然一些的 那这一副呢它的直径呢不算大 它算是一个中小直径的 然后是一个半年炮 然后我最喜欢的呢是它这个非常非常自然的花色 你们看就上演之后 它整个花色就跟你的瞳孔融合的非常的好 完全不会有什么漏边啊什么的问题 日常这样子去看的话就特别的自然 甚至就看不出来你戴的美同 但是它有那种自然体量的效果 这一副呢我觉得就比较适合你日常去画一些 日常妆百搭一些的 然后比较偏甜美一些 因为它其实内圈有一点点那种粉色在里面 就那种非常viral的那种粉褐色在里面的感觉 所以戴上去之后呢就会显得你的眼神特别特别的融合 而这一副呢是我日常戴的最多的一副 因为我觉得它就是特别特别自然 然后刚好跟我的瞳色跟我的发色都特别的搭 第二副就是我现在眼睛上面戴的这一副 这一副它的那个色调里面呢 是有一点绿色调在里面 但是它有比较自然的一个颜色 这副我最喜欢的是它那个扩瞳的效果 还蛮自然的 就你这样子去看 它跟瞳孔也是融合的非常的好 而且它是有放大眼睛的效果 但是它又不会放大到很夸张那样子的感觉 整体看上去有那种一瞬间提亮眼睛的效果 这颜色我还蛮喜欢 因为我这样跟你们说 就如果绿色调的美瞳戴不好 就会很容易假 但这一副它的颜色搭配的 我觉得真的是蛮好的 就是它把那个茶色绿色和那个褐色 就是结合的非常的 怎么说通透吧 那这一副的话 也基本上就不怎么挑你的妆容 可浓可淡可颜可甜 都可以戴 好的前两个呢都是半年泡的 这一副呢它是一个年泡 那这一副的话呢 它是一个跟前两个费有不太一样 它的直径会是偏中小直径 就是比较小直径一点 它就是跟自己的那个瞳孔的大小是差不多的 我比较喜欢的是我觉得它很特别是它的颜色 它是那种三色组合的 是一个牛油火色 棕色绿色又有点蓝色掉在里面 就三个色混合在一起的一个 我觉得有点小混鞋款的美瞳 但是呢它这个混鞋款 又不是说是那种 你必须要很夸张的那种 要搭配混血妆才可以 它这种就是你甚至素颜带都可以的一副颜色 但是如果说你平常想画一点 稍微夸张一点的妆容的话 你搭它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第四副呢也是同一个品牌的 我真的是把他们家就是好带的 基本上都吞起来了 那这一副呢也是一个小纸巾 但是它跟上一副比呢 就会更日常一些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然 然后并且很温柔的一个 就是奶茶棕色 那这一副它自然到什么程度啊 就是我平常戴着它 我不说我就是戴了美瞳 大家基本都看不出来 这款就非常适合 就是常戴着素颜妆 然后什么去学校 或者是有一些单位 它不让戴脑很夸张的美瞳嘛 那戴这种就非常合适 就是我上一次给你们发那个 购物分享的时候 然后有姐妹问我戴的是哪一副嘛 我就说戴的是这一副 因为经常有很多姐妹跟我说 就觉得自己眼睛会比较的小嘛 然后不是那种很大的那种大手 你平常是比较那种小内双 然后问我说就适合什么样的美瞳嘛 其实像这种就是小直径一点的 然后比较自然款的美瞳 是非常适合的 然后这一副呢也是戴起来 就是它给你瞳孔融合的非常的好 完全不会滑片 大家美瞳戴的非常的舒适 好最后一个非日泡类的话 跟大家分享一个月泡的 然后这一副也是非常非常好看 然后是一个很适合秋冬的一副 美瞳它是那种灰色调的 这款呢它是一个联名款 是那个风衣罐和那个东宫的一个联名款 它花色非常的好看 因为我其实戴灰色吧 经常会就踩雷 那这一副呢 它那个花纹呢 不是那种特别头的头 还是比较有存在感的花纹 但是它就是上演之后特别的好看 就这种大小的美瞳呢 它对就是妆容的这个包容度 也会更高一些 所以我觉得日常也是比较百搭 非日泡的部分就已经结束了 然后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五款 就是日泡的美瞳 日泡的话呢 我平常就可能出去玩的时候 戴的会比较多 因为毕竟比较方便嘛 那首先日泡的第一副呢 就是这个也是Fail In Love他们家的 然后是一个 怎么说 跟之前几款比起来 会稍微的存在感会强一些 就没有那么自然 又清透的感觉的一副美瞳 但是呢 我觉得它就是在一些小混血款里面 又算是比较自然的一个款式 因为可能日常妆的话 会需要比较自然的款嘛 但是有一些就是妆容的话 它还是会需要存在感强一点的一些美瞳 去搭配妆容才会好看 它其实是一个棕色系啦 但是它里面又会有点那种金色感在 反正如果说你想要入一个 就是比较偏混血感一点 然后又不想要特别夸张的 这种金色系的美瞳的话呢 就推荐给你们这一副 就这种京东色系 真的还挺特别的 日泡的话舒适度就不用说了 非常的舒适 穿起之后完全不会滑片之类的 就是我今天推荐的美瞳 你就不用担心有什么滑片 或者不舒服的问题 都是我戴了之后 真的觉得非常舒服 然后这些基本的问题是不会存在的 就大家就种草花色就可以了 好 现在这副日泡呢 也是一个有点点小心机在里面的 它虽然是一个棕色调的 但是它是属于那种 特别特别浅色调的一个颜色 就它不是那种深色的 就它在你的眼睛上 也是那种有点就是迷离感在 你们懂吗 它就会把你的眼神 修饰的特别的温柔 就反正这一副的话呢 我觉得一个是比较日常 再一个就是 它会比较适合一些 有气质感的一些妆容 然后这一款我觉得是比较适合 就是你眼睛会比较大一些的姐妹戴 就如果你是那种 比较小的眼睛的话 这款就不推荐给你们 因为它的直径是会有一点大 所以这一副它虽然颜色比较自然 但是它还是比较挑眼睛 我们接下来这一副呢 就是我想了一下 就十副吧 全给你们提到那种特别自然的款 很多姐妹可能说 那你们喜欢自然的 我又不喜欢自然的 那这一副呢 我是准备给就是 有一些姐妹平常非常喜欢画欧美妆 或者会喜欢画一些 没有那么自然风妆面的姐妹 就这一副是我唯一一副 就是日常里面可能会戴的 就是也没戴过几次 我觉得它花纹很好看 然后又比较适合配一些 比较稍微夸张一点的妆容 就一直放在那儿 刚好分享的时候呢 就分享给你们 你们也看到了 它上演之后是有点那种蓝色调 蓝棕色调 它是外圈是有点那种棕色的一圈 然后往里面是那种蓝色 显得你的整个眼睛特别的干净 单看真的非常好看 你们看一个眼睛的局部 会觉得特别的好看 但是其实不是特别日常啦 接下来呢 推荐美童怎么能少得掉强身这个牌子 那强身的这一副呢 还是我很早之前 看一个非常喜欢的博主 我觉得它适合就是 本身就眼睛会比较大一些 因为它的直径其实不小 而且它不是那种边缘会浅的绒统 这一副的话呢 它的边缘是比较实的那种 就是像玻璃珠一样 这种风格的美童呢 就是分人吧 有些人会比较喜欢 但有些人会觉得 太死板了不太喜欢 但我的话 因为我就是戴惯了嘛 我觉得还好 然后强身的这个呢 它就是戴上去 就是那种非常乖的感觉 它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花 就比如如果你平常是走一些 比较乖巧的路线的话 这一副美童是比较适合你的 那最后一副呢 也是强身的 那这一副呢 我觉得它会比刚才那副棕色的 会更适合黑发的姐妹一些 而且这一副的话 也是比棕色的会更日常一些 戴上去是会显得你眼神 特别深邃的那种 也是比较有气质的一款 素颜带都可以 就是可以自然的体谅瞳孔的感觉 强身的美童带了 没人会说不舒服吧 除了那种几乎不太合适了 好了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十款美童了 不知道你们最喜欢的那一副 好那么以上呢 就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希望你们喜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